台北市政府梅河医院居家医疗团队及台北市医师公会之基层诊所深入社区 到长者家中施打疫苗及卫教指导 目前针对长照2.0服务师能等级7、8级 有借种疫苗需求7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服务 不管天后如何一定使命抵达 这里面有蛮多我个人感动的事 有一些人手的医师他们是第一次到家里面去服务 穿走二级黄护衣其实是非常严热的 而且要到我们偏年山区或者是老旧公益的这样的一个三楼四楼以上 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都是汗流浃背 那当然虽然幸福过程当中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安家 对于这样团队可以的肯定跟鼓励 当他们知道全台湾都没有这样的服务的时候 只有我们台北市有这样的服务 对于我们的市长还有市政府 这样的一个亲民爱民 防护健康的一个用心 都给予非常大的肯定 蛮多我们的长队 我们的安家看到这些团队 大概到人营 请喝茶这个一定都有了 也有一个老奶奶 她很高兴的包了两个红包 要给我们相关的团队 这个当然我们是晚些 谢谢老玩家的好意 但是也表达了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重视 那除了到机构之外 那我们也知道还有一群的一个民众 其实她是在家里被照顾 可是她因为就是行动不便 那没有办法到诊所或是医疗院所去做施打 那这一群的一个圣人的民众 那在台北市我们是有帮忙 那特别是针对75岁以上 长照的这些圣人等级七八级 也就是说完全卧床 没有办法外出的这些民众 然后透过很感谢 医师公会这边协助我们 然后让医师 让护理师可以到宅去做一个施打 那到7月31号为止 我们总共施打了542人 符合资格且有意愿的民众 可于8月16号之前尽快申请 会由医师及护理师各一名 前往到长者家中 到宅后医师先行问诊评估 护理师施打疫苗及卫教指导 接种后需观察15分钟 总共40分钟内 就能完成接种程序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